美珠 美珠是我的好鄰居好朋友 他邀約我們夫妻來 一瑞傳道醫治特會 在禱告當中我自己突然間一直打哈欠 好像神在提醒我說 要為自己的捏耳關節來禱告 過去我的嘴巴都沒有辦法打開超過兩公分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三年來我都沒有去給醫生看 梳洗還有吃東西都很疼痛 當下就被神給醫治了 聽到老婆跟我講說她嘴巴可以張開 那我就覺得很神奇 我就當下就檢查我的手 原本我是很痛 痛到晚上都不能睡覺 中醫也看了西醫也看了 都沒有好進展 當下神就醫治了我 到現在都還不會痛 感謝神這麼的愛我們 醫治了我們 把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我們再來一切 看一下祢子